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 我不是要故意學侯友宜講話的態度 但是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 我現在也只能笑笑的被打嘛 當然像個沙包 未來如果真的有機會 當上候選人 我想競選小舞可以出個小沙包 民進黨傳出有意在北市的中正萬華區徵召您參選 你自己個人有意願嗎 我在前天也有發表一個公開的聲明 就是簡述了一下被詢問的過程 那我的態度始終如一 就是他們派我去哪我就去哪 去金門也OK哦 我希望你回家鄉盤子跟 就是都接受任何的安排 那常請教一常 你怎麼看在傳出說你要選中正萬華之後 在地的議員劉耀仁是說 那不如找在地的豬肉西施 又或是有不具名的立委是表示說 那這樣子乾脆找拉拉頓女神林香來選一選 還有人說我是牛鬼蛇神不是嗎 呵呵 都接受啊都接受 你有個人問說是不是應該找一些在地方生耕比較久的 這個女性候選人 你覺得你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種在生耕地方的方式 我想決定權都不在我們手上 這個問題應該是要問給有決定權的人物才對 我看說因為民進黨認為 吳佩義跟劉耀仁他們都落後有兩位數的民調 然後所以才徵召你 那還有就是國民 有人叫國民黨徵召陳怡來跟你對戰 民調的數字因為我也沒有看過 所以不方便評論 那北部的機率比較高還是中部 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 我不是要故意學侯友宜講話的態度 但是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 你會不會覺得很委屈 我真的不覺得有任何的委屈 完全不覺得有任何的委屈 沒有什麼好委屈的啊 那妳可以質疑妳說有草房的這樣的意義 草房哪一個名嘴 他有幾間房 他要不要想一下他有幾間房 他的家人有幾間房 有沒有超過兩間 現在一般民眾認為超過兩間的囤房 他怎麼會國民黨要 就是有人叫國民黨工程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各自最好的安排 妳這邊有跟吳沛議員有聯絡上嗎 怎麼看他說希望黨中央可以用民調來 聯絡 因為我想私底下的聯絡 並不是那麼適合的公開於眾 這個要尊重對方的意願 那怎麼看說綠營內部 對於這些事情都會有些雜音 自己要怎麼說服他們 這個不只是在綠營啊 在哪一個陣營都會有一樣的情況 有些事情很像沙包被打 對啊 就我現在也只能笑笑的被打嘛 當然像個沙包 未來如果真的有機會 當上候選人 我想競選小巫可以出個小沙包 怎麼看說賴慶德跟潘孟安被認為說要找您來對付殷襲 對付殷襲 畢竟我目前也還不是民進黨黨員 對派系不是那麼的了解 你也有意要回台中去參選 就是都接受任何的安排 那你自己有屬於比較希望在哪邊參選 我覺得如果出眾的立場是幫忙 被派去哪兒就去哪兒 還有人在跟你結恰嗎 你一記到什麼 這個就如前天 自己的公開聲明所述 那你剛往事件說 就是如果要拍刺客硬戰的話 可能要有正常性 不然的話有可能會刺到自己 會不會覺得說事情都還沒有確定 包括被比喻成牛鬼蛇神 會不會覺得有點臥蠻奇妙 就尊重所有的聲音囉 那怎麼判斷 就是說那個您可以跟徐曉星戰勝量 戰勝量 哎呦我的臉書粉專 前陣子被網友網軍大量攻擊 現在觸及很低 我現在應該沒有資格跟人家戰勝量